半夜 孩子哭醒要喝奶 我一巴掌把旁边的男人从睡弄中拍醒 带着你儿子滚去隔壁 吵死了 他让我给孩子喂奶 我的胸部胀得生疼 但依旧拒绝 是你说生出来不用我照顾 凭什么要我喂奶 以授权 一口气更到大结局 刷到这条视频的家人们 爱特你的朋友来看 这样你和你的朋友会在2023年里缝烤壁果 转运发财 我和陈墨从大三开始交往 谈了五年恋爱后 他和我求婚了 陈墨是个好男人 温柔负责有上尽心 而且交往五年了 我自信已经看透了他的本质 在他和我求婚的那天 周团的朋友喧气着答应他 但我看着丹西跪在地上的陈墨 心里有感动 却没有急着 接受 我说过 我不会要小孩 你想清楚了 陈墨温柔英俊的脸上浮现了笑意 是的 我知道他爱我 他为了我放弃了当父亲的权利 这是我最满意他的地方 我愿意 陈墨满脸欢喜给抱住了我 旁观的朋友们发出了祝福的欢呼声 双方家长见面的时候 我的父母因为我不要孩子 就是狠狠地骂我一顿 还是他的父母好生好气地帮我说话 要不要孩子是小俩口的事 我们这些做家长的 要尊重他俩的决定 现在的小年轻都是这样 和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 亲家母 你别生气 来来 我们出去散散心 我感动万分 看着陈墨父母的和爱的笑脸 觉得自己无比幸福 找到了一个好婆家 除了这点小矛盾 彩礼 嫁妆 婚礼事宜等 我们都谈得很融洽 家长们商量了一个好日子 很快 我和陈墨在年底结婚了 婚后的日子对我来说 其实很普通 因为我和陈墨已经同居了两年了 平淡才是真 我很满意目前的生活 直到那天 公司安排我们去体检 我被查出了怀孕 我不是很惊讶 因为所有的避孕措施 都不会有百分之百的保证 但这毕竟不是一件小事 当天晚上 我在饭桌上轻描淡写地 和陈墨说了这件事 陈墨比我惊讶多了 怎么会 我们每次等 正常 我和他说 总有意外 陈墨小心地打亮着我的脸色 那你是 怎么想的 怕要流流不干净 陈墨沉默了一会 点了点头 好 你约个时间 我陪你去 嗯 我没想把这事告诉爸妈 但隔天我下班回到家 两家的家长就坐在沙发上看着我 你回来了 欣欣 工作累了吧 妈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 婆婆拿过我的通勤包 把我拉到了餐桌边 陈墨从厨房里走出来 端着一盘菜 她抬头看着我 神色有些许慌张和逃避 欣欣 你回来 你什么意思 婆婆想拉着我坐下 但我就站在那 面无表情地看着陈墨 陈墨把菜放到餐桌上 声音很轻 这不仅是我们的孩子 也是爸妈的孙子 他们有知情权 知情权 我冷笑一声 仅仅只是知情权 陈墨垂着头坐了下来 婆婆看了看我妈 我妈心领神会地走上来 欣欣啊 这毕竟是一条生命啊 我婆婆说 是啊 孩子是无辜的 来都来了 个月还只是个胎囊 连心跳舞都没有 你们管这叫生命 我甩开我妈的手 语气冰冷 依然我已经预约好了 这周围就去打 这件事我在结婚前 就已经说了 没得商量 女子 一直沉默的我爸 从沙发上站起来 指着我恨体不成钢 我养你这么大 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 你这是断了我们两家的香火 你造孽呀 呵 香火 我看向垂头不语的沉默 毫不犹豫到 行 那为了你们的香火 他们的目光盯着我 眼里仿佛有蜥蜴 他们的目光盯着我 眼里仿佛有蜥迹 我和沉默对视着 一字一顿道 离婚吧 沉默刷的站了起来 欣欣 我爸冲过来 啪了给了我一巴掌 婆婆和我妈吓了一跳 连忙扶住我 我妈则怪道 你干什么 她还怀着孕呢 孩子打出事了怎么办 孩子 被打巴掌的是我 关心的就是我肚子里 一个月的孩子 欣欣 你没事吧 沉默想看看我 但被我一把推开 明天就去办理离婚 沉默面露痛苦 欣欣 我不会离婚的 我无所谓的耸了下肩 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 我是在通知你 如果你拒不接受 等我的律师喊吧 沉默抓住我的肩膀 声音沙哑 问出一个可笑至极的问题 你不爱我吗 为什么不能为我生的孩子 我爱你呀 我坦坦荡荡荡 但我更爱我自己 孩子这件事在交往前 我就和你说过了 你也一口答应 现在出 耳反耳的是谁 沉默看着我 眼里的情绪很复杂 但我不在乎了 我推开他们 从储物问里 拿出了我的行李箱 安从心 你想做什么 我妈冲过来 抢走我手上的行李箱 她面容猙獰 如果你敢去堕胎 你就是杀人犯 杀了我的外孙 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 看着我妈这疯狂的模样 我心里很平静 好 那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妈了 我妈 呵呵 开玩笑一样 我走进房问收拾行李 成林跟在我边上 却不说话 直到客厅传来一声 婆婆的尖叫 我和沉默跑出房问 发现我妈躺在沙发上 我爸一手捂着她的脖子 手缝里一出鲜血 真是疯了 病床前 我把手中的苹果递给我妈 她接过苹果 笑得开心 即使脖子上还缠着绷带 因为我答应她 把孩子留下来 你想逼疯我 我看着吃着苹果的妈妈 喃喃道 我妈叹了口气 一脸我为你好地握住了我的手 嘴角 仰着掩饰不了的笑意 欣欣啊 妈知道你害怕 但是哪个女人不是这样过来的 等孩子出来了 你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你会是世界上最疼爱她的人 她抬抬我的手 就像妈妈爱你一样 你也会爱你的孩子 我婆婆在一边笑着附和 现在啊 科技发达了 无痛一 打 孩子一下子就出来了 一点都不疼的 我妈呢 是啊 等孩子出来了 就交给我和你婆婆带 你和承诺日子 该怎么过怎么过 和以前一样甜蜜 婆婆喜笑颜开 哈哈哈哈 亲家母 你可别和我抢 啊 这样 你带一个月 我带一个月 我坐在冰冷僵硬的椅子上 默默地看着我的两位母亲 在想象有了孙子后的美好生活 我妈脖子上的伤口不深 但流了不少血 脸色苍白得很 可是我从来没见过 她笑得这么开心 我想到小时候 我的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 每次见面 他们都会拉着我 不停地让我去和我妈妈闹 说想要一个弟弟 但我从来没闹过 我会想 为什么要弟弟 是我不够优秀吗 为什么这么想要弟弟 有弟弟的话 是不是就不疼爱我了 所以我回家就会说 我不要弟弟 如果你生了弟弟 我就掐死他 我可以看出 我爸妈根本不在意我的话 但他们没有生弟弟 也许是那会儿家境不好 两人忙于事业 回过神来时 他们都年纪大了 我一直以为是 他们有我一个就够了 但现在明白 原来不够 想要我留下这个孩子 我有几个条件 他们五个人坐在一起 目光炯炯的叮着我 满口答应 明明我还没说条件 第一 是你们说的 我只负责生 孩子都有你们带是吧 我看向我婆婆和我妈妈 她俩迫不及待地点了点头 好 那么生孩子和养孩子的费用 我不会出一分钱 生产后我需要做月子中心 产后的尿布 奶粉等等花销 都是你们出 可以吗 我妈皱起了眉头 只问可以吗 我妈还想说什么 就被我婆婆拉住了 可以可以 都可以 还有 我继续说 不光是钱 既然你们会负责 照顾你们的孙子 那么我是不会照顾她的 但她从我的肚子里出来 就是我的所有品 所以要和我姓 不行 我沉默的公公 终于说话了 哪能和你姓 这是我成家的种 我笑了笑 不行 好 那我就 行行行 都行 都行 我婆婆朝着公公 几没弄眼了 好一会 公公哼了一声 不情不愿地答应了 第三 我看向承诺 婚礼的时候 我们发誓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我在运气所遭受的 所有痛苦 你也必须和我一起承受 承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自然 欣欣 你要相信 我是爱爱你的 我朝她轻轻一笑 怀孕之后 所有家务 我都不会再做了 不管是做饭洗碗 还是什么 我一概事儿不见 我要求承诺 必须在下班后 半小时内到家 如果有特殊情 况 也必须时刻和我保持联络 要是违反规定三次 我就离婚 我的运气反应特别大 第四周开始尿瓶和孕吐 尿瓶之后 我没睡过一个整觉 每次被尿憋行 我都会把边上的承诺推醒 等我上完厕所回来后 他才能继续睡 孕吐让我的胃口变得很差劲 承诺生怕饿着我 时常拖着上了一天班的方类 身体去老远的地方 给我买吃的 这样两个月 承诺的黑眼圈堪比国宝 经济神一天比一天差 青春期都不冒痘的 我开始疯狂长班长痘 他就默默忍受 温柔待我 他对我确实好 所以偶尔我会有愧疚 但这愧疚在某天晚上 我趁他洗澡的时候 检查他手机 时 烟消云散 他没有出轨 但他把避孕套戳破了 我爸妈和他爸妈建了一个群 把他拉进去 天天给他出主意 让我怀孕 他从一开始距离力争 到敷衍 再到沉默接受 原来一切都不是意外 最新的聊天记录时 我妈在群里责怪我 说我不懂得体贴他女婿 好好的一个人 这几个月受了十几斤了 沉默说 妈 我说过 我和欣欣会同甘共苦 他运气也不好受 比我苦多了 我婆婆安慰他 你再忍忍 欣欣这会儿运土难受呢 等孩子出来他就有母性了 怀胎十月的孩子 哪个当妈的 会不喜欢啊 我妈连连秤势 对 我们欣欣嘴硬心软 你再忍几个月哈 沉默 好 我慢慢地摸着龙起的肚子 仅存的一点点愧疚和爱意 当然无存 孩子 这是背叛的种子啊 是我愚钝地证明呀 预产期前两周 沉默陪我去最后一次产检 结束后 我带着他去了 妇产科的分娩体验中心 我没告诉他 预约体验的事情 所以这回他很茫然 慢慢坐下后 我漫不经心地摸着肚子 看着他不知所措的模样 轻笑一声 你不是说同甘共苦 那自然要和我一起 体验生产的痛苦才是 沉默盯着那台机器瞧了会 看向我 笑了笑 你说得对 不过下次能早点和我说吗 他在你身上动刀子 需要什么准备 沉默垂着眼 好 我知道了 医生一边夸他未来 肯定是个好父亲 一边帮他带上仪器 开始前还提醒到 我会一级一级往上调 不行了要说 沉默 好 医生一边调一边介绍 一二级还好 三到四级就是女生 平时姨妈疼的感觉 才到三级 我就看见沉默神色紧绷 额头冒汗了 但他一声没吭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沉默的牙 欢死死地咬着 他双手握拳 手臂上爆满了青筋 医生见他这样 好心问了一句 先生 你还受得了吗 不然就到七级 继续 这不是沉默说的 是我说的 医生看了我一眼 又看看沉默 他靠在靠背上 默默地盯着我 没有说话 医生叹了口气 继续往上跳 八级的时候 沉默没忍住身影的一声 我知道他在坚持什么 所以才一直咬着嘴巴 不肯喊出来 不过是可笑的尊严 不肯承认 自己承受不了 这种痛苦罢了 也不想承认自己的卑鄙 所以才出而反而让我怀孕 十集结束 他贪婪在沙发上 朝我露出一个苦笑 握住了我垂在边上的手 欣欣 辛苦你了 我现在真情实感地明白 母亲是多么伟大 哈哈哈哈 听到这话 我没忍住笑了起来 沉默和医生 都诧异地看向了我 我擦了擦眼角 笑出来的眼泪 颇为开心道 骗人 你明明是真情实感地明白了 当了男人有多好 是吧 沉默脸上的笑容瞬间定格 预产期前一天晚上七点 我出现频繁公缩 沉默正在洗碗 一听到这消息 碗也不洗了 他简直掩饰不住 自己兴奋的笑容 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给爸妈打电话 我捧着肚子 慢悠悠地去洗头洗澡 到医院后 两家的父母 已经在那边等着了 一个个地凑过来 对我嘘寒问暖 做完必超 因为孩子体重适宜 凉水也足够 所以医生建议我顺产 我只当听过就算 因为一开始 我就和沉默说过 要剖腹产 但出了门 我婆婆和我妈一听 我要剖就皱起眉头 能顺着顺呀 顺出来的孩子机灵 顺产恢复得快 肚子上不流疤 而且那刀要是切到我酸了 怎么办 顺吧顺吧 条件这么好 顺不了再转剖就是 公缩疼得我冷汗直流 闭嘴不出声 已经是我目前能做的 最大忍耐 不然我铁定和这些 千府的清朝女人 说到一番 我看向扶着我的沉默 去床上 我要打无痛 打无痛 我妈瞪大了眼 不行 这药水打进去 把我外孙打出问题了 怎么办 不能打 沉默解释道 妈 无痛很安全的 打进去就不疼了 孩子好生点 我婆婆拉着我的手 满脸的褶子 都是对我的关怀 欣欣 我和你妈那个年代 哪有你这生产条件啊 那时候都没有无痛 没有剖腹产力 还不是照样 把你和沉默生的 白白胖胖的 我妈无比赞同 亲家母说的太对了 女人天生 就是会生孩子的 欣欣 你最懂事了 你也是要当妈的人了 多为孩子着想 一点意外都不行吗 女人天生 就是会生孩子的 你最懂事了 你也是要当妈的人了 我真是听笑了 这会儿我也不想 和她们说什么 科学生华的知识了 我就问 什么叫做一点意外都不行 妈 那你知道 孕妇生产死亡率是多少吗 1.49% 100个人里面 就会死一个人 你也是我妈呀 你为什么愿意 让我去承受这风险 甚至为了一个 还未谋面的婴儿 不让我打悟痛 你口口声声 以母爱相嫁我 却想我去承受生产之痛 这就是你的爱吗 我说到后边 都要疼得没事了 但看到 我妈一脸不赞同 却找不到话 反驳的表情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很可笑 承莫扶着我去病房 她小声安慰我 欣欣 妈年纪大了 她们那个年代的人的观念 就是这样 她是关心你的 只是不理解你的观点 你别伤心 不理解 我记不清和 我妈已经说过多少次 不想生孩子的事情了 刚开始她不理解 我以为自己是在对牛弹琴 但现在我明白了 她才不是不懂 她知道我会痛 但她还是想让我生 生两三个 最好凑个好字 因为她的爱是自私的 我不生孩子 她便觉得我自私 是因为我没满足她的自私 我躺在产房里 看着医生和护士们 冷漠而熟练地安抚我 支配我的身体 手术刀 搁在皮肉上的触感 是那么清晰 我无心关注 是否能听到婴儿的哭啼 自顾自地开始思维乱飞 突然 第一次后悔 我妈没有给我生一个弟弟 如果我有弟弟的话 我一定会更早明白这一点 孩子出生了 护士抱着一团 紫青的肉块来到我边上 笑着说 恭喜心 妈妈洗的柜子 是个帅气的小王子哦 我瞥了一眼 那个皱巴巴的肉块 心下不免一松 藏匿在我身体里 快十个月的寄生虫 终于出来了 期待一段 我便与她结束了 血肉相连的瓜葛 她先被抱出去了 我还得躺在那缝一层 又一层的肚皮 不知是不是麻药有些失效了 我感觉到密密麻麻的疼痛 但我不知为何 一点也不在乎 出产房的时候 承默很快就迎了上来 她握住我的手 笑意温柔的 帮我额角的碎发俯开 辛苦你了 欣欣 我看了眼四周 其妈呢 承默笑道 爸妈可开心了 都夸你厉害 生了个男宝宝 现在正在病房里 逗孩子呢 来 我推你过去 我被推到了病房里 我婆婆瞧见我过来了 怀里抱着孩子 一颠一颠的凑过来给我看 哎呀 小宝贝 你看 这是你妈妈呀 我妈喜气洋洋 亲家母 我就说伯伯你厉害吧 瞧瞧 第一胎就是男的 我不苟言笑的 公公也笑着说 这孩子 长得和承默小时候一模一样 我还有照片呢 她把承默小时候的照片 放到我面前 我瞅了一眼 野生肉快 分不出有什么区别 要说像也像 都是瞅不拉几的 在病床上躺好 承默拿过来一个保温盒 欣欣 这是妈炖的鸡汤 饿了吧 多喝点 我撇了眼那油腻的汤面 嫌弃道 太油了 你去买碗粥来 承默刚想饮好 我婆婆就连忙过来 不行不行 喝粥哪有营养 这样怎么下奶呀 欣欣 为了孩子 你先勉强 喝点吧 医生说了 出生一小时内就要喂奶 你现在有奶吗 要不先给小宝吃点 被他这么一提醒 我也察觉到胸部的胀疼 我朝承默说 把吸奶器拿来 承默便去找包 但是被我妈阻止了 要那玩意儿做什么 那孩子直接上嘴吸啊 别瞎折腾了 你要是不好意思 让你爸和你公公都出去 我爸和我公公文言 立马退场 我没理会他俩的话 立生向承默道 你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拿来 承默连忙说 好 你别生气 刚生完孩子就生气 对身体不好 他刚要把东西递给我 但却被我妈拦了一下 承默皱着 眉头道 妈 你别这样 心心现在已经很累了 用吸奶器更好 小孩子没轻没重的 我妈小声嘟囔 孩子这么小都没长牙 哪里没轻没重 婆婆拍拍她 没事没事 小宝能喝上奶就成 虽然是用吸奶器 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了 剧烈的疼痛 明明只是一小处受力 但我全身都如被针刺了般 我没把奶瓶吸满 胸部不再胀疼以后就停止了 我妈让我再多搞点 我婆婆说 没事没事 等会再吸啊 让小宝吃上新鲜的 我将吸奶器和奶瓶分离 我婆婆抱着孩子 就要过来接小宝吃饭饭了 她的声音戛然而止 因为我把奶瓶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新生儿用的是玻璃奶瓶 一碎 碎的声音也好听 噼里啪啦地伴随着液体流出的声音 让我烦躁的心情获得了 片刻的舒适 婆婆怀里的东西被吓了一跳 啊呀地哭了起来 沉默惊地站了起来 我妈震惊地直问我 欣欣 你这是做什么 比起他们的激动 我倒是挺平静的 不是早就说好了吗 我只负责生 你们负责养 既然如此 我会说到做到的 她别想喝上一口我的奶水 我妈瞪着她 有些浑浊的眼睛看着我 你哪有你这样当妈的 是你们答应我的呀 我歪了 歪脑袋 李索当然道 当时的话我还有录音呢 要我翻出来给你们听听吗 你 你 我妈气得要死 我婆婆一边哄着孩子一边 道 没事没事 先喝奶粉吧 先喝奶粉 医生说了 一个小时内必须喝奶 两个妈带着东西去泡奶了 沉默还站在我边上沉默地看着我 她不自觉皱着眉头 我冷声道 还要我说几遍 给我去买粥啊 好 看着她关门的背影 我在心里冷笑 这才哪跟哪呀 生产完第五天 我准备出院了 虽然我妈和我婆婆在这几天里 一直劝我母乳未养 但我就当没听见 他们坚持不懈地劝着 我堵不了他们的嘴 就全程戴着耳机 让他们说得口感舌燥 直到某天我半夜惊醒 发现那坨趴在胸部前的肉块时 条件反射的一把将它狠狠拍开 乳头的被撕裂的疼痛 碰得我惊起一身冷汗 我妈不知何时 就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 听到动静 连忙起身抱起 对我拍到一边 已经开始哭嚎不停的东西 宝宝乖宝宝不哭 她动作轻柔 语气温和 转向我时却猛然一变 你想做什么 病房里很黑 我瞧不起她的表情 脑海里却幻想出凶神恶煞的恶鬼 妈 我是你养的母牛吗 我缓了缓气 语气平静 胡说八道 我妈语气很重 都是当妈的人了 还这么不懂事 哪有不让自己孩子吃奶的 屋里漆黑 现在凌晨三点 走廊上传来了 陌生人的喜悦之声 生了生了 是个闺女 我闭上眼 只觉得无力 带着你的孙子滚 我妈一边抱着她孙子出去 一边骂骂咧咧 别的妈妈都和孩子一起睡的 谁像你一样 还要分两个病房 就你矫情 门被关上了 我睡意全无 打开灯 觉得胸前湿润一片 先开被子一瞧 睡衣上浸润了混着奶水的血液 真疼啊 我入住了本市最好的月子中心之一 里边的服务还不错 除了月子餐和我胃口外 提供的产后修复教程也很专业 我取消了一切 能和孩子见面的环节 什么帮宝宝洗澡的课程 俯饰教程等从来没去上过 除了陈墨 其他几个人我见得很少 我爸妈他们来的话就去看孩子 偶尔抱过来给我瞧 我也不会点好脸色 慢慢的他们就不来了 做完月子 终于能回家了 我首先去看的 是放在抽屉里的户口本 曲名语的事情 我和陈墨商量过了 我无所谓取什么名字 所以陈墨和父母们讨论过后 决定叫顺康 寓意一辈子封顺安康 即使我对他没有母爱 但他是我的 之前答应我的事情 你还记得 陈墨先是一愣 而后笑着说 当然记得 顺康跟你姓 此事就这般定下了 不过当我翻开户口本 看见陈顺康这三个字的时候 我居然一点意外也没有 就连怒气也生不起来 我拿着户口本来到客厅 我爸妈和他爸妈正坐在沙发上 骑了熔熔的逗孩子 欣欣 来 喝口水 陈墨从厨房走出来 却在看见 我手中的东西的时候 停住了步子 欣欣 我看向他 陈顺康 陈墨默默的把水杯 放在了茶几上 对不起 欣欣 我 哎呀你别怪我女婿 我妈帮她说话 你坐月子 陈墨又要上班 这户口是我和你婆婆上的 我俩怎么念啊 都觉得陈顺康念的比较顺 所以决定先跟着陈墨性 我还未说话 我婆婆马上接到 欣欣 你别生气啊 我和你妈都说好了 第二个孩子 一阵一阵的恶心 香了两口气 凶嫩的不行 大脑恍惚间有一瞬的晕厥 缓过神来 我朝他们笑笑 好 其实我也觉得陈顺康比较顺啊 那是姓陈吧 陈墨猛然 抬头看着我 我没看他 哎 这才是我的乖女儿嘛 我妈原本 有些质特的脸色被写液替代 刚往我叫小宝这名 她还笑了你 我婆婆朝我招手 欣欣你过来 小宝的眼睛长得多像你呀 又大又圆 跟葡萄似的 我便走过去 看了眼成顺康 笑着说是挺像的 但更像沉默 从小就俊 他们都笑开了花 我婆婆说 欣欣啊 要我妈留在这里 帮你照顾小宝几个月吧 你刚出月子 身体还没恢复好 我拍拍她的手 安抚到 没事的妈 我在月子中心天天锻炼 现在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而且那边什么都教 洗澡啊 腐蚀啊 又叫啊 我学的也不错 做月子 这个月没和小宝相处太久 现在我要好好补偿才是 我婆婆听我这么说 眼里泛起满意的神色 哎 你说的没错 你当妈的 要和孩子多亲近 我妈都要笑出声来了 我就说吧 那些说不想生孩子的 孩子一生出来 态度就不一样了 比谁都宝贝的紧 哈哈 瞧我们欣欣也是这样 所有女人都一样 哪有当妈的不爱孩子的 我笑着回到 还是被你们说中了 余光里 我看见坐在边上的沉默 如是重负输了口气 两家父母舍不得成顺康 吃了晚饭后才走 沉默洗好碗筷 泡了奶粉来喂她儿子 见我坐在边上玩手机 她小心翼翼的问 欣欣 还在生气吗 我瞥她一眼 生什么气 沉默松了口气 没什么 孩子喂好了 她把成顺康放到婴儿床上 过来坐在我边上握住我的手 语气诚恳的 要和我推心致富 欣欣 这段日子辛苦你了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我们好好过日子吧 可以呀 我说 既然你想和我好好过日子 不如先把我拉进 你们一家五口的群粮 沉默握着我的手 猛然僵住了 我转头看向她 她眼里的慌张和无措显露无遗 欣欣 我不是无所谓 我笑了笑 现在把我拉进去就行 沉默抿了下唇 好 我进去的时候 爸妈们还在开心地 分享着自己孙儿的照片 一见我进群 也不尴尬 一个个发出了 欢迎欢迎的老师表情报 我婆婆艾特我 欣欣啊 以后多给我们拍拍小宝的照片 我回复 好 我还可以给你们开直播 我妈 那感情好啊 屏蔽了群聊信息后 一看时问 晚上八点半 我就犯恶心 那一大坨下坠的肥肉 就像挂在我的心上 坠得我头疼 我从孕早期就开始漏尿 已经十个月了 再不练好 真的要受不了了 加上中途休息 我一共锻炼了两个小时左右 十一点半 沉默也完成了工作 在婴儿床边 看了会他熟睡的儿子 面上带笑地躺在我边上 明天想吃什么 他问 我随便报了的早餐 沉默应了声好 他熄了灯 想要抱着我入睡 但被我拒绝了 沉默倒也没说什么 老实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这一夜注定不会安眠 半夜 婴儿床里的承顺康哭醒要喝奶 我睁开眼 一巴掌把旁边的男人 从睡梦中拍醒 带着你儿子滚 吵死了 沉默睡眼朦胧 他迷糊道 欣欣 你喂下奶吧 有一段时间没吸奶了 我也感到自己的胸部 胀了生疼 但依旧拒绝 是你说声出来不用我照顾 凭什么要我喂奶 沉默愣了几秒 似乎终于清醒了 他爬起来 要去客厅 泡奶粉 我叫住他 把他抱出去 沉默应了一声 把承顺康抱出去了 我从抽屉里拿出吸奶器 吸到胸部不长了之后 就去洗手间倒掉 客厅里时不时传来吵闹的哭声 我躺在床上也没了水 一 便走去客厅 沉默正在抱着他儿子喂奶 我对沉默说 你白天把自卧收拾一下吧 沉默一愣 像是想到什么 满脸心疼道 欣欣 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 想让我好好休息才分房 但是我们不是约好了 要一起同甘共苦吗 我和你一起照顾小宝 你在说什么 我朝他歪了下脑袋 谁要和你一起同甘共苦 带着你儿子滚到次卧去 别打扰我休息 沉默心疼的表情 瞬间变成了诧异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 居高临下地看向他 比起初而反而 把我蒙在鼓里的你们一家人 我的要求很过分吗 沉默正正地看着我 两酒后他扬起一抹苦笑 不过分 次卧明天才能收拾出来 于是今晚我还得跟沉默睡 他的睡眠比我深 所以每次沉顺康一哭 他就得挨我巴掌 这么一晚上过去 虽然我也没睡好 但和他脸色铁 亲中带着一半种的脸 比起来还是好多了 沉默精神迷你的 做了早餐要和我一起吃 但他刚坐下来 还没吃一口 沉顺康又哭了 无奈 沉默只能先去喂奶 喂完奶后他正要吃饭 我看了眼时间 好心提醒到 你好像快迟到了 沉默一愣 胡乱往嘴巴里塞了几口面包 拿起公文包就要走 临走前 他如是重负般和我说 小宝在家里就拜托你了 我也朝他笑 嗯 你放心吧 死不了 吃完早餐 我把饭碗堆在洗手池 等承沫回来洗 我看了眼 坐在餐桌边婴儿椅上的沉顺康 他吃饱了后就开始昏昏欲睡 我没管他 回到房间补胶去了 然而才睡每两个小时 沉顺康的哭喊声就把我惊醒 我不耐烦地来到餐厅 他看到我来了 哭得更起劲了 伸出手似乎想要我抱 但我只是将婴儿车推到了次卧里 然后再把门关上 回到我的主卧 承顺康的哭声隔着两道门 还是能隐约听见 我想了想 打开了访问里的音响 播放了一首舒缓的安眠曲 这才再次进入梦乡 中午11点左右 我醒了 关闭音响 来到客厅 承顺康的哭声已经听不见了 我点了外卖 美美地吃了一餐 阳光正好 我便在小区里散布消食 走到一半 看见一边的公园椅上 坐着一对母女 女孩的手上抱着一只漂亮的狮子猫 雪白的毛 漂亮的眼睛 就像我小时候捡到的乐乐一样可爱 刚捡到它的时候 它只有我巴掌那么大 瘦不拉几的像 纸白色的小耗子 我才小学六年级 根本不会养猫 喂 它喝的是普通牛奶 吃的是家里的剩饭 但即使这样 它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 长成了白胖胖的小猪 上初中的时候 我有了手机 通过网络了解到正确饲养猫咪的方法 便省着零用钱 给它买好猫粮 好猫砂 它很可怜 因为我父母不喜欢猫 所以只能待在我房间活动 偶尔爸妈不在的时候 我就放它出去玩一会 初二的时候 我妈妈的妹妹 也就是我小姨挺着大肚子来我家了 她怀的是我们那个爆发户的孩子 我们家很小 只有两个房问 她来了就得和我住 我问我妈妈 为什么她不住在她老公家里 我妈说 等她生了男宝宝 就能住进去了 那会儿我也不懂为什么 后来才知道她是小三 小母凭子贵 我妈对她很好 怕我挤着她肚子里的宝宝 把我的书桌挪到客厅 再从客厅挪进去一张沙发 从此我和我的乐乐 就睡在沙发上了 我在客厅做作业的时候 经常听到我妈和我小姨说孩子的事情 B超做过了 确定是的男孩 确定了 做这个犯法 我跑到老家医院去做的 还找关系花好几干呢 要不是男娃 我怎么可能留到现在 那感情好 等我外甥出来了 你就有福了 嗨 谁让我这肚子争气呢 她老婆生三个全是女的 后边又有了两个去验 还是女的 那就打掉了 现在身体亏空的厉害 想生没得生 你得抓紧啊 那是 姐 你就安心照顾我 到时候我有钱 你不也沾光 我写着作业 这些话从我脑袋中一晃而过 我想甩却甩不掉 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脑袋就牢牢记得了 小姨对我不坏 对乐乐也不坏 吃零食会带上我俩 有一天晚上吃饭 小姨吃 这我想吃的大鸡腿 突然说 姐 我听说养猫对孕妇和胎儿不好 我吓了一跳 连忙拿起手机查 幸好查到的结果 不是这样的 小姨听了我的科普 了解弟点点头 哦 原来是这样 我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晚上我回到家中 却怎么都找不到我的乐乐 我问妈妈 我妈妈说 这猫不乖 趁我进你房间打扫的时候 自己跑出去了 我找了好一会没找到 不可能 乐乐最听话了 没有我的允许她 不会乱跑的 而且 为什么防问里的猫碗 猫粮 猫砂盆 猫玩具 都不见了 猫都跑了 还留着这些做什么 我坐在我的沙发床上 脑子一片空白 如果乐乐还在 她见我坐着 就该跳到我腿上了 但她现在在哪呢 我妈催我去做作业 我坐在客厅的树桌边 我爸看电视的声音 在我耳边喧嚣着 她抽烟的烟味染上我的发尾 我突然很奇怪 为什么我得在客厅做作业 为什么我的防问 我的床能让别人睡 为什么我的猫 能被他们随便地丢弃 为了什么 为了我小姨肚子里 那个不会说话 不会动不会笑 不会考第一 不会管我妈妈叫妈妈的男孩吗 我有些想哭 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比不过她 我只知道我对不起乐乐 好像是因为我没用 我比不过人家 她才被丢掉的 但我真的不知道 除了当一个乖孩子 我还能怎样做的 更好 好到能得到我妈妈更多的爱 一开门 又是那阵讨厌的哭声 她的声音比早上要沙哑很多 可能是因为一早上没喝奶了 所以有些有气无力的 我想了想 打开次卧 把她从里边推到客厅 她看到我 哭得更起劲了 眼泪鼻涕的横流 真是脏了 我打开手机 录了几秒的视频 发到了小宝的家长的微信群里 我婆婆很快回复道 哎哟 我的心肝宝贝 怎么哭的 这么惨啊 是不是饿了 欣欣 你喂奶了吗 我妈 怎么回事啊 欣欣你还有心情拍视频 快哄哄啊 我慢悠悠的回复道 你们的宝贝吵到 我休息了 我也没说什么 还想让我照顾她 做梦哦 我婆婆急的 直接打个视频过来 接起来后 她的语气 是压抑的着急和怒气 欣欣 怎么回事啊 你早上给小宝喝奶了吗 你要不换了吗 我奇怪道 这不是你们该做的事情吗 我婆婆一愣 她神色难看到 行 我现在就过去你那里 等等 我调了下眉 将镜头翻转 画面中出现了家里 视野空阔的阳台 劝你别动哦 我婆婆瞪了瞪眼 你想做什么 我把摄像头 又对准她哭个没停的宝贝 我不想见到你 不只是你 还有我爸妈 我公公 我一个都不想见到 如果你们执意要来 不如先想想 是你们离我家的距离近 还是你的宝贝孙子 离下辈子的距离近 这时候 群里的所有人 都已经加入视频对话了 我妈疯了一般大喊 安从心 你想对我外孙做什么 你是不是疯了 我疯不疯 很重要吗 我嘲讽道 你们宝贝孙子 能不能从我手上活下来 这才是最重要的吧 你不会的 欣欣 你不会这样做的 沉默不知道是在哪里 灯光昏暗 显得她脸色差极了 不会吗 我将手机 放在桌面的支架上 两只手 分别抓着成顺康的 我松开了左手 啊呀呀 安从心 小宝 承顺康的哭声 混杂着手机里传来的惊叫 显得多么刺耳 我忍着笑意 将承顺康滴溜回到了 她的婴儿车里 我婆婆哭哭啼啼的哀求我 你想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 我的要求很简单 我举起手机 将面面转向我 朝她 能扬起一个灿烂的笑容 不要来打扰 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 你们可以尝试报警 用你们宝贝孙儿的命 去赌医 把是警察快 还是我快 好 挂了电话 我将承顺康推回她的次我 她今天的第二餐 是下班刚回来的她亲爸位的 承默看见哭的嗓子 都哑了她孩子 面色痛苦万分 喂好了奶 她走到我面前 低声下气道 欣欣 如果你不喜欢小宝 就把她给我爸妈 或者你爸妈带 我们两个 就回到以前的样子 过小两口的日子 好不好 我刷着手机 看了不想看她 我的东西 凭什么要放别人那里 承默咬了咬唇 语气里带上了一点哭腔 小宝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东西 嗓子都哭哑了 而且她也没有换尿布 里边都是排泄物 她很不舒服 我耸了下肩 是你没养好 承默 我要上班 欣欣 所以呢 她承默了好久 直到承顺康又哭了起来 她却安慰了一番 回来后 筋疲力竭地坐在我的边上 你想怎么样 烦死了 一个个地问我 怎么样怎么样 她每隔两三个小时 就要喂一顿奶 一天就要喂十几次 你上班在外边十个小时 她少喝四五顿奶 怎么了 会死吗 嗓子哭哑了 又怎么样 不还是能哭吗 尿布里都是排泄物 怎么了 是她自己拉的呀 为什么要我收拾 不收拾她又不会死 法律有规定婴儿 一天要喝几顿奶 嗓子能不能哑 尿布一天要换几次吗 我说的多么有道理呀 把她都听傻了 承默直直地盯着我 眼里是说不出的失望和怅然 欣欣 你变了 我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你还是个每天风雨无阻 去喂流浪猫 给她们找领养的善良女孩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狠心了 我靠在沙发上 扮员着眼 所以你喜欢我的善良 只是其中之一的原因 原来是这样 我朝她抱歉道 那不好意思啊 让你失望了 我没有善良到能原谅你们的欺骗 承默说不出话了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 承默得产后抑郁症了 这也难怪 毕竟她不只是晚上要喂奶 哄娃睡不好 每天中午 她还要从公司赶回来照顾她儿子 晚上一下班也不敢耽误 什么休闲娱乐都退了 只为了回家照顾孩子 有时候她中午实在回不来 便会苦苦哀求 我给承顺康喂奶 我特别配合地录下了我 为她儿子喝奶的过程 冰冷的开水 混杂着泡不开的奶粉 我直接往承顺康嘴里 色趣 她吃了两口觉得味道不对 披过脸不喝 孩子不听话怎么办 当然是要打了 往承顺康脸上扇了几个巴掌后 我的手都要打疼了 她还是不肯喝奶 这下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将视频发到群里后 我把哭闹起来的 承顺康关到次卧里 任她哭喊 那天承默请了半天的假 她看到我的视频 直接回来了 她把承顺康抱在怀里 一边喂奶 一边和我说 爸妈快把我的电话打爆了 我没办法工作 我好心给她支招 你可以关机啊 承默抱着孩子走远了 初月子两个月了 在我每天坚持不懈的锻炼下 我瘦了快十斤 身材苗条紧致了很多 漏尿的问题也解决了 不过我更羡慕承默 她比我多瘦了五斤 就是脸色越来越蜡黄 黑眼圈越来越重 哎 果然结了婚男人就会松懈 她要是变成了黄脸公 那我不爱她了怎么办 一天吃早餐的时候 承默和我说 她约了心理医生 可能要晚点回来 我无所谓 反正饿肚子的不是我 但我很好奇 她看心理医生这件事 晚上六点 我把承顺康独自留在家中 驱车前往承默的 公司在她门口守住带兔礼会 瞧见她和一个 漂亮年轻的女生结伴了出 两人脸上都洋溢着微笑 她们就去公司 旁边一家泰国料理吃饭 然后大概是承默赶着回家喂孩子 所以就先行离开了 生也有车子 所以承默没送她 我走到她的车窗边 敲了敲窗 她从手机里回过神来 脸上还带着没失去的笑容 你是 我笑咪咪道 我是承默的老婆 女生一愣 白月请我上车谈话 仅且一开口就是 我和承哥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关系 我是他们公司的心理咨询师 承哥最近心情不好 所以偶尔会来找我开导 我单刀直入 你喜欢她吗 白月一愣 不是 我可以退出 白月啊 她诧异的看向我 我故作无所畏道 我早就对她没感情了 如果你喜欢她的话 我可以帮你 白月愣了好一会 她直直的盯着我 似乎想通过表情 确定我说的话是真是假 我继续说道 你知道我和她有一个小孩吗 白月知道 承哥她 最近因为照顾孩子的事情 比较焦虑 实话和你说吧 我坦白道 我想和承默离婚 但我想要孩子 只不过我因为生产 耽误了很久的工作 目前我的公司 有劝对我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和承默 争夺孩子的抚养权的话 我的经济条件 是不太有利的 我看着她越来越相信的表情 继续添了一把柴火 你也不想当一个孩子的后妈吧 我轻轻地握住她的手 看得出来 你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孩 你应该和承默 有一个圆满的家庭 而不是浪费心思 去照顾一个 与自己无关的孩子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安小姐 你希望我怎么工作 我回到家中 承默难得朝我发火 你把小宝一个人 扔在家里 自己去哪了 他只是一个几十天大的孩子 你怎么放心 让他一个人待在家里 我把外套脱下来 随意地问 他死了吗 承默声音越来越大 你什么意思 你想他死 那不就是没事吗 你朝我发什么火 承默今天跟车炮仗似的 行 你平时什么都不管 上次吃饭还打他就算了 我也指望不上你照顾他 可是他是你的孩子啊 他是你十月怀胎 他爱生出来的心生骨肉 你到底有没有心啊 你想过他一个人在家里 会发生什么吗 承默坐在沙发上 薅了把头发 生死力竭 我真的想不明白 我花了五年时间 到底娶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他发完火 看着就呆在一边 一声不吭的我 又喊道你说话呀 那我就说两句 承默你知道吗 你现在歇斯底里的样子 真像个扑腹 说完 我也不管他看 我的眼神有多诧异和痛恨 哼得掉洗澡去了 隐约中 我听见客厅传来 再坚持一会呢 看你朋友圈 你还没睡 是啊诚哥 怎么了 没什么 睡不着 想和你聊聊 好巧 我也睡不着 你想聊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结婚后 我妻子像变了个人 她以前温柔善良 现在变得好奇怪 是不是生完宝宝 有些产后抑郁 哈哈 产后抑郁的是我才对 一般都是我在照顾孩子 那你也太辛苦了 你上次说嫂子还没上班呢 那现在你又上班 又过孩子 怎么忙得过来 哎 嫂子的事情我也不好说什么 但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定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 月月 如果她也像你这么喜欢孩子就好了 这是白月发给我的 他们半月前开始的聊天记录 当时两人通过几次心理咨询 已经逐渐熟悉了起来 白月之所以给我发这一段 是因为这是成默第一次主动找她 也是从今晚开始 成默开始给她分享自己的日常 今天早上的早餐吃这些 哇 都是你做的吗 诚哥你好棒呀 比我做的还好 月月 你上次说想试试我的手艺 我放了一份便当在你桌上 啊 这怎么好意思 嫂子知道吗 没事 她连厨房都不进 看到一个好笑的段子 哈哈哈哈太好笑了 诚哥 没想到我们笑点这么像 今天的心理咨询去隔壁的日料店做吧 麻烦你这么多次 应该请你吃饭 嘿嘿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令了 慢慢的 他们的聊天话题 已经不再是变了个妻子男养的孩子 而是一些家常 一些笑话 一些谈心 怀疑她有情况是从上一周开始 往常在餐桌上 她从来不会玩手机 但这几天莫名开始了 她对我折磨得阴沉的脸上 居然会不自觉浮现笑意 那一抹微笑好刺眼 果然如此 但明明是她们的对话 为什么我怎么越看越觉得熟悉 欣欣 我给你带了早餐 欣欣 晚上去看电影吗 欣欣 你看这只小猫好好笑 欣欣 你放心 我说过的话绝对会做到 我喜欢你 和你生不生孩子 会不会做家务没关系 我喜欢的是你这人 看完这些聊天记录 我将手机放下 默默地看着天花板 难以控制的眼泪 在我眼眶里成悬后一出 陈墨是我的第一任男朋友 在她之前 我很害怕谈恋爱 她对我越好 我就越害怕 害怕我爱她爱过我自己 害怕这种难以控制的情感 让我失去自我 害怕变成一个 哪怕被伤害 也因为爱而妥协的女人 即使我和她已经变成现在这样 但每一个 对她恶语相向后的夜晚 我都痛苦而迷茫 我唯一的愿望 就是想和她过上 一世一双人的简单日子 明明都约点好了 这天早上 陈墨着急地从房间出来 一边喊着小宝 一边四处张望 当她看见我 一手抱着孩子 一手给承顺 看喂奶的时候 她惊得站在原地 欣欣 你 我朝她温和一笑 怎么了 她快步走过来 似乎想要接过孩子 但双手无助了一会 还是放下了 你再给小宝喂奶 我理所当然道 我的孩子 我不能给她喂奶吗 陈墨有些惊慌 别连白手 不是不是 能 能 喂完奶后 我还熟练地 给小宝换了尿布 并且把她抱在怀里哄了会 她明明和我接触不多 但也不哭不闹的 很听话地睡了 陈墨从一开始的不可思议 到慢慢地接受 我去上班了 家里就拜托你了 临走前 她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 这是我生孩子后的第一次 我朝她笑 嗯 路上小心 坐在沙发上 我看了眼眉信群 里边全是陈墨刚刚拍的 我照顾孩子的照片 我们双方的父母 开心坏了 我婆婆一个劲的夸我能干 我发了一段话 妈 你们也很久没见小宝了 不如今天来看看吧 好好好 我马上就去 行啊 妈给你带好吃的 其乐融融的日子过了好久 这些日子里 我是贤妻良母 是乖女儿 是好儿媳 我婆婆她们几乎每天 都要来看小宝 我能看出 她们是真心疼爱这个孩子 陈墨也慢慢开始晚归 她说要去聚餐 要开会 要加班 但我知道 她在和月月吃饭 散步 看电影 开访 马上就是小宝的百日久了 在她出生第99天的晚上 我们一家人集聚一堂 喜气洋洋地 筹备着明天盛大的宴会 我走到婆婆面前 妈 我给小宝喂奶 我婆婆将孩子 小心地放在我怀中 好好好 我抱着小宝 悠哉悠哉地走到阳台 打开阳台的窗户 微微点脚坐了上去 风的手帮我扶去脸上的碎发 不知现在是几月了 夜晚的风和时 变得这般凉快 没人注意我 直到门铃响了 承诺去开门 看到了站在门口的白月 她惊慌地转过头 似乎想找我 然后就和 坐在阳台上的不对势了 小宝 她惊呼一声 连招呼白月都忘记了 几个脉步就冲了过来 但是停在了我的几步开外 不敢靠近 爸妈们从商讨百日酒的喜悦中 猛然回过神来 她们似乎还不理解现在的情况 纷纷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承诺吻了吻她的音调 欣欣 很危险 快下来 我妈她们也跑了过来 婆婆说 欣欣啊 你坐在那里干嘛呢 外边冷 快下来吧 我妈说 欣欣 是不是抱孩子抱累了 来 把小宝给我 我没理她们 只是看着白月 从门口一脸不知所措的走了过来 安小姐 你怎么了 我看着婆婆说 妈 你的新儿袭来了 我婆婆这才注意到 后边的白月 在场都是阅历颇深的老人 她只看一眼 便明白怎么回事了 一巴掌 就这么扇到了 沉默的脸上 逆子 你这样做对得起欣欣吗 沉默白净的脸上红了一片 她看向我 语气诚恳 欣欣 欣欣 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你相信我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和你说的 但事实不是那样 最清楚不过了 她这么优秀 肯定是这个狐狸精纠缠她 你要相信她呀 这时候白月突然大吼道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背了 诚哥 我背韵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到了她身上 沉默一瞬向失去了阎吾 怎么可能 我明明我公公上来 狠狠又打了沉默一巴掌 我坐在窗台上 看着她脸上对称的两片红 特别想笑 他们闹闹哄哄的 又吵又打 我忍不住道 好了 别吵了 我说 这样我给你们做一个选择题 小宝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选一个吧 我妈和我婆婆一口同声 当然是小宝了 沉默也道 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 小宝 小宝是我唯一的孩子 我满意地点点头 从口袋里掏出一小袋药片 扔到地上 这是堕胎药 你们给她喂下去吧 这 刚刚还激动的 我婆婆和沉默顿时愣住了 还是我妈一把抓过地上的药片 就冲着白月而去 我爸也非常及时地 抓加了白月的双手将她控制住 白月一边喊一边抵抗 我公公咬咬牙也上去帮忙了 就这么忙活一会 白月嘴里被灌下药片和水 整个人瘫坐在地上 发抖着哭泣 站在边上呆呆看着的婆婆沙哑道 这下好了吧 星星 你快下来 我朝他们笑了笑 别急 还有一个选择题 我和小宝 你们选一个吧 所有人都愣住了 就连哭泣的白月 也傻乎乎地看向我 他们好久没出生 我一个一个看过他们脸上的表情 又问了一句 选呀 她只是个孩子 我婆婆的眼泪顺回 从她的眼眶中落下 她只是见孩子 明天是她的百日酒 星星 你不 要用了好不好 你下来 算奶求你 我妈也要疯了 安从心 我养你这么大 你就这样报答我 你对得起我吗 早知道把你生成这样 我就该把你打了 我爸眉头皱得好紧好紧 星星 别闹了 我公公不知道说什么 爱生吸气 沉默 沉默看着我 一字一句地问道 这一个月都是假的吗 这一个月你对小宝的关心和照顾 你对我的体贴和温柔都是假的吗 我以为你变回来了 变回那个善良贤惠的女孩 我变了吗 我问她 我从来都是那个自私自我的安从 心 可你却想我变得无私 变得可以忍受你一切背叛 到底是谁变了 是谁先被弃了承诺 承诺沉默着和我对视 梁九 她说 星星 我选你 你下来 选我 好啊 我双手拖着小宝的胳膊 将她移到窗外 不要 不要啊 小宝 我婆婆私生力竭地要扑上来 被我公公拦住了 沉默也瞪大了眼睛 似乎没想到 我真会这么做 我好心地提醒到 我没有再开玩笑 你们到底选谁 沉默 流泪 谁都没有开口 我倒数 五 四 小宝 我选小宝 把我的小宝还给我 我婆婆T4 横流 两只朝我们伸出来的手颤抖不停 小宝 我选小宝 我了解的点点头 又看了看其他人 你们呢 可是他们都不说话 紧紧闭着牙关 没有一个人看向我 连我爸妈也是 我想问我妈妈 妈 你也不选我吗 我妈皱着眉头说 选什么选 还不快下来 那你们不选 我选吧 我突然到 然后一个清月从窗台上跳了下来 落在了地面上 他们见我下来了 纷纷松了口气 我朝他们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然后转过身 把我的孩子 怀胎十月的宝宝 还没来得及叫出第一声妈妈的声令 从十八层楼的高空扔了下去 瞬间死记般的沉默过后 是震耳欲聋的痛哭嘶喊 我看着窗外 窗外有黑夜和明月 我喃喃道 我选我自己 我扑扑扑上来想打我 却被一声激烈的踹门声给惊住了 他们看向门口 是几个身着警服的人 大概是听到里边哭喊的动静 所以直接踹门进来了 所有人都愣住了 回首的警察问 谁抱得紧 地上有点冷 我穿上拖鞋 慢慢推台人群走出去 是我 警察问 怎么了 你们在哭什么 我坦白道 我刚刚杀了一个人 他们都是证人 我自首 转过头 我看着他们一个个的表情 觉得好笑不已 震惊 诧异 猛逼 和调色盘似的 临走前 我弯下腰 朝坐在地上的白月小声说 刚刚那只是普通的糖片 不好意思 吓到你了 白月捂着嘴 说不出话 眼泪哗啦啦的流 坐上警车 我边上的林警官问我 像你这种自己报警抓 自己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 我笑了笑 因为我是个知错能改的聪明人 夜晚的风透过车窗传来 非常凉爽 我的律师 看完我确诊重度产后抑郁 狂躁症的精神病痊 要得问他 清醒的疯子是疯子吗 就这样 我迎来了12年的牢狱生涯 但我一点也不伤心 我甚至充满了希望 出来后 我就是一个30多岁的大龄圣女 是一个没爹 疼被妈爱的可怜孤儿 还是一个身负杀人污点的劳改犯 但我终于是安从心了 一个只爱自己的疯子 坐牢期间 沉默申请过探监 但都被我拒绝了 我爸妈也来过几次 刚开始他们还对我骂骂咧咧的 但到后边就开始哭 哭我怎么长成这样子 哭他们可怜的 虽然被我害得好惨 最后和我说 让我在里面好好表现 出来重新做人 我以为我会等来道歉 但没有 他们永远不觉得自己错了 我提议要断绝关系 但他们言辞拒绝 我现在都生不了了 你走了谁替我养老 我笑了笑 应好 让他们等我出去 用养老来还养育之恩 这种纯粹的 没有亲情的利益关系 更让我感到舒适 令我没想到的是 白月成为了最常来看我的人 我不讨厌他 他是个被我忽悠的恋爱脑 如果不是我也许他和成默 也发展不到那一步 第一次见面 我问他肚子里的孩子怎么样了 他朝我笑了笑 安姐 孩子我已经打掉了 那天晚上 我彻底看清了那家人的真面目 其实我挺感谢你的 虽然你把我和成默的聊天记录 还有偷拍 亲密照在我们公司的微信群里 传得沸沸扬扬 但我没脸再待下去了 不过我知道 这都是我应得的报应 我也不求你原谅我 我说那只是件小事 我已经不在意了 所以也不存在原谅不原谅 白月听我这么说很开心 从此之后经常来看我 会和我分享外边的事情 沈默跟变得个人似的 他被公司开除了 现在在家里混沌度日 我好心提醒过他 他的心理状况出了问题 但他好像不在意 沈默妈妈年前突然住院了 也不知道是得了什么病 据说有段时间一直没睡好 梦里还在叫小宝 白月从回忆中回过神 朝我抱歉一笑 不好意思啊姐 之前你说过不想知道他们的消息的 但我还是想和你说 他们把你害成这样 也算是遭到报应了 没事 我就当八卦听听 我说 你现在的工作怎么样 提到这个 白月的眼睛亮了亮 我现在正在做青少年心理辅导 我也是接触了才知道 我们国家的孩子 居然有这么多复杂的压力和烦恼 姐 你学习学到哪了 不要偷懒 已经约好了等你出来 我们就一起申请去留学 所以你得在里边好好表现 争取早几年出来 我爸妈终于被我说动了 虽然他们还是认为 我遇到喜欢的人就会改变主意 但是那也是之后的事了 我现在就想过好当前的日子 小姨生产的那天 雨下的很大 我临着雨从学校跑回家 一推开门 就听见访问里 传来一阵阵痛苦的呼喊 大着肚子的小姨痛苦的在床上翻腾 她见我来了 眼里亮起了光 欣欣 快 给你妈妈打电话 我手机在哪 小姨每天都吃得很好 她的肚子比一般孕妇要大很多 躺在床上时 没有人扶着都起不来 我走近 看见我的粉红色的床单 湿里一大片 有羊水 有血 小姨 快 欣欣 小姨好疼 你直接打120吧 我把书包放在我的沙发床上 然后拿起了桌上的手机 这是最新款水果手机 上周才出的 是我妈妈给小姨买的 我想起 我想买一块手表 才十几块钱 求了妈妈好久 但她还是不愿意给我买 小姨来后 我连零花钱也没了 想存钱买也不行 我拿着手机走到小姨边上 小姨朝我痛苦的说 快 小姨 我问 乐乐在哪 小姨一愣 似乎没反应过来 我于是又问了一句 她这才想起来 乐乐是那只白色的小猫 哦 小姨 最后问了一句 小姨 乐乐在哪 但小姨好像永静不会回答我了 我想了想 把手机放回到桌子上 然后背起了书包 慢慢地关上了卧室门 家门 快步朝着学校跑去 差点忘了 今天是我值日呀